各位责任业者先进,大家好 今天这部影片要来跟大家介绍 营业量申报系统的操作界面和说明常见的功能 进入营业量申报网站后 可以看到界面分成四大区块 首先,第一个区块可以看到上方的功能区 第二个区块,左侧的相关资讯区 第三个区块,中间的最新消息区 以及第四个区块,右侧的申报系统教学 接下来,我会逐一介绍每个区块的功能 首先,第一个是最上面的功能区 可以看到买医管家,营业量申报,离线申报 申报表列印,列印缴款单这几个功能 这些功能都是登入后才能够使用的 后面会在统一介绍登入后的界面以及功能 第二个区块是左侧的相关资讯区 第一个是业者常常使用的业者申报相关资料下载 点进来后可以看到画面中间有许多的档案 其中分成ODF格式和PDF格式 ODF下载后可以用Word编辑,PDF则是列印后可以手写 业者可以自由选择 下面会简单介绍一些常用的档案 画面中间可以看到各材直接适用之表单 其中常用的有表一登记表和表14 公告指定责任业者废止登记申请表提切结书 表1是给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业者所填写的表单 唯一是两份 表14是业者如果不再制造或输入某个材质 或者公司注销登记时 再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填写表单 要注意的是 这两份表单都要纸本邮寄到环保署回收机馆会提出申请 收到回文后才算完成申请作业 下面可以查看容器类或物品类的材质戏码和各年度费率 来到画面的左侧点选作业申报手册下载 画面就会跳转到相关的栏位 业者可以依照实际的需求来下载需要的电子档案 接下来回到首页 第二个是责任业者相关法规 所有和责任业者相关的法规都可以在这里查询 第三个是责任业者常见问答集 这里会整了历年来业者最常问的问题 所以业者如果有疑问也可以先来这里查看 第四个是报官业者专区 报官业者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这里查询 第五个 套应责任业者登记表 提供未登记的业者套应登记表 索退相关资讯区下方有许多的专区 首先小量责任业者查定客费专区 这里说明了109年7月1日新增的查定客费制度 如果想详细了解查定客费制度 也可以观看连帖中的影片说明 责任业者知识网 则是提供各个材质的责任物及回收标志的相关说明 区管会资源回收网 以及资源回收电子保专区 则是可以查询有关资源回收的相关资讯 第三个区块 中间的最新消息区 有任何最新的法规 费率调整或条文改变都会放在这里 因为营业量申报两个月一次 所以建议各位业者 每次申报前都可以先上来看一下 有没有新变更的规定 避免公司因为没跟进到最新的法规 而有申报上的疏漏 第四个区块是申报系统教学 有关填写申报表的操作说明 可以参考申报表操作影片 或这里的读文教学 介绍完营业量申报系统的网站界面后 接下来跟各位说明 登入后的功能要怎么操作 首先在左上角登入账号 账号为公司的同编 密码为公司自行设定的密码 登入后的画面预设为买医管家 买医管家分成四个工作页 我的一提醒 我的一资料 我的一联络和我的一通知 首先介绍我的一提醒 在查定课费栏位 这里业者可以查询公司是否符合 查定客费资格以及查定量 登记栏位 新登记变更登记或费只登记的业者 可以在这里套印登记表单 记得表单列印出来后 要符上相关证明文件 又寄到环保署回收机管会 申报栏位 这里的红字是提醒业者这个期别 要哪些登记的材质还没有申报 年度申报申请 提供业者线上申请年度申报 环保署收到申请通知后 再去审核业者是否符合资格 若审核通过 才会在系统上再通知业者 因此在收到环保署通知前 还是需要按计申报缴费 选选年度申报线上申请 下面就会显示业者 可以申请年度申报的材质 选取好要申请年度申报的材质后 按下我要申请下一步 接下来就会显示三个 需要注意的事项 看过以后就可以全部打勾 环保署审核完成后 进入系统就会跳出通知 接下来回到买医管家的 年度申报申请栏位 就可以看到审核结果 假设不通过 就可以点选不通过 看不通过的原因 下一个是缴费功能栏位 可以在这里查询 近5年的缴费记录 如果刚缴完费 建议7天后再来做查询 因为银行入账需要时间 最下面的主动咨询栏位 3月份辅导人员电话 进线量比较大 如果发生打不进去的情况 可以在这里发问 辅导人员收到通知后 会尽速回电 接下来第二个工作页 我的1资料 这里所显示出的资料 就是环保署现行的登记资料 如果公司的基本资料有变更 记得来申请变更登记 将公司最新的资料更新给环保署 变更登记需要下载登记表 填写后以邮寄的方式 向环保署申请变更 第三个工作页 我的1联络 如果只是联络人变更 业务调动 申报人员更换 可以直接在我的1联络这里更新资料 这样如果申报或缴费出问题时 我们才知道要联络哪一位窗口 第四个工作页 我的1通知 这里分成email通知和传真通知 可以勾选需要的通知 再按下储存通知资讯 完成订阅 有关营业量申报系统的操作界面和说明 就到这里结束 后续有关登录后的营业量申报操作 可以分别参考各个表单的操作影片说明